专家根据区域构造特征、历史地震活动水平、地震序列特点等综合分析认为 该区域近期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,但余震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抢险救援过程中应当注意后续余震的防范工作 镇中附近地区抗争受好烈度为6到7度 后续地震造成建筑严重破坏的可能性也不大